男嘉宾何先生 三十二岁 来自广东四季 女嘉宾魏女是二十六岁 来自湖南代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在哪儿生活 广州 湖南妹子跑广州去了 对 就是远嫁过去的 可传奇了 姑娘出差 打一滴滴 碰一四季 是他爸爸 司机说 说有儿子 未娶 你嫁否姑娘 姑娘说未嫁 好了 是说的你们俩这件事吧 是的 那司机是你爸 是我爸 在车上那个 你公公就给你介绍他儿子了 对 他说他儿子 也就是到了那个结婚的年纪了嘛 好 然后觉得我看起来还挺和善的 就是我把他儿子介绍给我认识 然后呢 就两个人后面就是加了微信 然后就有联系了 他收你车费没 收了 还收了车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后面就 就是聊得挺投缘的嘛 后面就约到一起去那个珠海那边玩 这聊得挺投缘是只聊了多久啊 一个多月吧 后来呢 去珠海玩了之后 就觉得两个人还挺合适的 而且他爸爸也同意嘛 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四月份然后就结婚了 这个从你打上他爸的车 到你跟他结婚大概中间多长时间 三个多月吧 哎呀人生需要勇气啊 你老爸可以啊 因为当时候是我爸爸介绍的 因为毕竟都是父亲介绍 就觉得比较靠谱 哎呀你其实你老爸也不认识 而且我老爸跟我说他也蛮漂亮的 知数打理 这个认识三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就算闪婚 然后呢 就是四月份结婚了 五月份的时候就有宝宝了 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常商工作 然后宝宝在肚子里面 七个月大的时候 我才辞职 然后去他广州那边 跟他一起生活 宝宝现在多大了 宝宝现在三个月 我的天哪 太快了 就这姑娘等于在 十来个月的时间 就从单身到结婚 到怀孕 到生宝宝 中间还有辞职 对 怎么了 姑娘 谁不开心 你不开心 他不开心 就是现在最近 我们两个经常闹矛盾 他就觉得 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对 所以的话 就想借这个机会 就把心底话说出来 那你觉得你做得对不对 没错的 因为我们就是刚结婚 才一年多一点时间 所以其实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是在磨合期间 其实能解决的 其实不是的 就是之前 我们两个人是异地嘛 然后后面 我来到广州之后 才发现就是 要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 我原先以为 就是我跟他两个人生活嘛 而且现在有了宝宝 五个人住一起 我觉得更麻烦 明白明白 然后我就跟他提出说 自己生活嘛 他就不同意 而且他们家有这个条件 也有两套房子 我们家的确是有两套房子 但是其中一套 已经租给外人了 我问你一句话 想搬出去住 是觉得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不方便 是不是 对 而且我跟他妈妈 也就是婆媳之间 也会产生的矛盾 现在孩子谁带呀 一直是我带的 一直是你带的 来 说你跟你婆婆怎么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长沙 就养了一只小狗嘛 然后那个狗狗就一直陪着我的 就跟我很亲 我不是跟他过去广州生活了嘛 然后我就把狗狗也带过去了 而且他就是唯一陪满我的 我广州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然后他妈妈就说 这个狗狗干嘛啊 就嫌弃了 就说他是个累赘 然后他也听他妈妈的话 就把那个狗狗给送走了 这可不好 送走了 就是送到我自己湖南老家 那边去了 但是我就看不到了嘛 也没事跟我说话了 而且他们广州的乐意 我也不懂 就是语言也不通 明白 明白 这个除了这个 跟婆婆还有什么矛盾啊 就是当那时候 宝宝一个多月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 那个身体不是嘛 然后我就给宝宝端奶了 给他喂的奶粉 然后他妈妈就觉得 奶粉为他不好 就是宝宝现在有什么问题 他就说 还不是因为你没给他喂母乳 就是什么都是怪我了 而且我原嫁过来 到他那边 就是他相当于是我唯一的亲人嘛 然后他还是站在他妈妈那边 就都不帮我说话了 明白 这是你得不到 你先生对你的支持 是吧 对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嘛 这是跟婆婆嘛 说你们俩嘛 就是我不是从那个 长沙十字 过去他那边广州生活了嘛 然后我就怀了宝宝 那段时间我就没有收录了是不是 然后我就说提出来说 他的钱让我管他也不辣 然后我说要买什么东西 他也不肯 我都嫁给你了 然后还给你生宝宝了 就是我换你一点钱 你也计较吗 这个你要回应一下 其实我不让他管钱的话 其实他心里应该知道的 因为他就比较喜欢在网上购物 你说要帮宝宝买些什么东西的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去买就行了呗 我就是怕他乱花钱呗 因为你说你现在就是一家三口 他有没有经济来源 就只有我一个经济来源 宝宝就是每个月的花销 都是用在我身上 你是这么想的 那我问 就是我要用钱 我还要问你 还要看你的脸色 我觉得那我嫁给你 然后我有的时候 给宝宝买什么衣服 难道我还要伸手 问我宝宝买要钱吗 这太可笑了吧 是不是 就是你至少给他一些零用钱嘛 对吧 你不能让他没钱嘛 你觉得呢 但是他主持人 他经常就是帮孩子买一堆 就是我觉得没必要的东西 你说一个孩子 就那么一点点 他就一次性就买一堆 男孩女孩 男孩 然后就买一堆衣服 那岂不是浪费吗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的 两个人夫妻之间的 那些金钱都是各管各的 我觉得就没必要 对 就是反正A一致 离婚率也挺高的是吧 那你至少 因为他现在没收入怎么办呢 你不给他点吗 我又给他一点啊 但是他就总觉得不够夸嘛 行 在经济上 夫妻之间是有冲突 除了这个钱的问题 你们夫妻之间 还有其他的矛盾冲突吗 就是他工作嘛 我说让他去找一个 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他就从之前那个服装销售 现在换的那个网约车嘛 那两个都是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 以前做那个服装销售 还有一点时间帮我就是看一下小孩啊 我不用一个人24小时看着嘛 现在他就是小孩半夜哭了 他听到了也装装不听到 然后白天联系他 他就说我在开车 根本就没有交流了嘛 是不是 我不接他电话 因为我们就是做网约车司机的 如果李伯仲 这个我们都理解 我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辞了职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选择 对吧 对 为什么选择了网约车司机 因为他就是每天唠叨我 然后他还说我老爸赚了钱 因为老爸也是开滴滴的嘛 所以我就一次机下 也没有跟他去商量 就把工作辞掉了 其实我也很委屈 因为我在之前那个岗位上面 已经干了七年了 就是也很舍不得 我一时共事的一些同事 好 听明白 开车是因为一是生气 二是想躲避 嫌妻子太唠叨对吧 对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就是之前我就跟他提 就是我现在待在家里面 也没工作了嘛 然后我就提出跟他说 就是出去工作嘛 他也不同意这个事情 你现在就想去工作了 对 那宝宝呢 就是放到我爸爸妈妈那边带 就是湖南 不是要从家里搬出来吗 湖南老家那边 但是他现在还没让我搬 送给外公外婆带下吧 我爸爸妈妈说 他愿意带我们小小孩 那你舍得吗 那么小就那么远 是 我觉得外公外婆 肯定会对小孩好嘛 而且他爸爸妈妈 也是要在外面工作 没有时间 明白 你舍得吗 我不舍得 因为太远了 然后我就说 家里面请一个保姆 然后我出去工作也行 每天也能看到 他也说这也不行 那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工作 而不是把宝宝再带一段 再去工作呢 这大半年来 我每天也没事跟我说话 一天二十四小时 就面对一个 不会说话的娃娃 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挺 无力无援的 然后 也没有谁帮我 然后他也不帮我 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无助的吧 明白 所以我们看啊 一个女生从一次出差的 跟司机的攀谈 就发展成了 跟司机儿子的一段恋情 从恋情就快速地 发展进了一段婚姻 这个前后的时间 我算了一下 只有三个半月左右 接下来很快 就结婚 结婚到有孩子 也就一个月 在第七个月的时候 女生又辞了职 生活又发生了变化 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 来到了婆家 接下来就是生产 在这个期间又加上了 因为小狗狗的 养不养的问题 跟婆婆之间的冲突 因为没有了这个 经济收入来源的 不安全感 希望管理丈夫财务的冲突 现在面临另外一个冲突就是 我实在是太寂寞了 我也想出去工作 但是先生不让我去 这个确实处在一个 非常特殊的时期 对这个女人和家庭来说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你太太从站到这里 开始讲第一句话的时候 就开始哭 一直哭到现在了 作为先生 我想请问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让他回去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容易的女人 当然 这也是由于你们从选择 闪婚的那一刻开始 可能就注定了的事情 闪婚最大的特点 短 高 快 短时间认识 然后决定结婚 高激情 离婚快 前两点全部都符合了 第三点 我看 如果不调整的话 也不远了 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你太太也有很大的责任 她对于今天的这一切的不适应 完全是因为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她完成了人生两次角色的转化 一个女孩一年之内 完全离开了自己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环境 到了陌生的环境 成为了人家的太太 儿媳妇 妈妈 这些角色我们都需要一步一步去完成 可是你太快了 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转化她 对 我完全完全不过来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 是的 那个小狗的事情 其实不是一只狗的问题 那是它自己的人格化身在你的家庭的 你的母亲包括你可以把这只狗扫地出门 就可以同样把它扫地出门 在它的心里 这件事情的影响是 这里不是我的家 这里如果是我的家 我为什么不能养一条狗 不是我的家 我需要一个我自己的环境 所以它才那么强烈地要求搬出去住 第一条是这个狗的问题 第二条就是你们后来一直在纠结的钱的问题 我听到了两句话非常的刺耳 第一句话叫 他也不赚钱 我们家里人只有我一个人是赚钱的 第二句话叫 很多夫妻都是各管各的钱 我看人家管的也都挺好 那你凭什么不让他去工作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 自己出去上班 然后把孩子送回老家 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带 但是他宁可 忍受和孩子分离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也要出去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钱花 他刚刚讲了 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得低声下气地问我的老公要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设身处地地替你的太太想 当然 他可能也是产后情绪波动得比较厉害啊 这个我也是比较理解的状况 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调整 给他一个家 给他一份爱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小伙子 这样会太起床了 这都是吗 孩子 都是呵护的 都捧着的 你老婆哭成这样 你一点疼惜的表情也没有 你觉得你现在对他有感情吗 没有感情 你只有一句话 直说了 有感情 有什么感情啊 感情在哪儿啊 我觉得他付出 什么他付出啊 他付出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你看到你做了什么呀 我不要求说 因为你是我老婆 所以你应该比孩子重要 比我爹妈重要 不要求你这个 同等重要性吗 姑娘 你这个状态呢 我写了几句啊 我把它念念完 第一个呢 关于闪婚 闪婚是个什么状态呢 闪婚就是 只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不知道 我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 就是 闪婚你只知道 这个男人是谁 他姓什么 他叫什么 他多大 但你真的不知道 你将来要跟他 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闪婚带来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 远嫁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远嫁绝对不是一件 在激情下要做的事情 远嫁 意味着你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态系统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 姑娘 我现在给你最大的建议 是你先 最好带着孩子 先回娘家一趟 住一段时间 我没有劝你们离婚 先去住一段时间 回到以前那个生态系统 回到那个有人照顾你 有人疼爱你 有人关心你 那环境里面去住一段 然后我们再来想 思考下一步 我觉得你作为丈夫 在这种状态下 你还是放他先回去 跟他爸妈住一段时间 他现在这个情绪状况 特别不适合和你爹妈在一块 好吗 我就这样 何先生 你有料到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他说话都只有一个心理的潜台词 就是我需要有人疼我 陪我 关心我 你做到了 他就愿意把你家当他家 哭什么 有什么好哭的 让小狗搬出去 广义的中国人认为 生孩子 身边有狗卫生状况 堪忧 至少他是为了你好嘛 你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呢 因为我没有谁跟我说话 因为他们那边的语言我也不通 我们不是说 那你那么早嫁干什么呀 那个时候我本来是说他在我家的 然后他妈妈说 就是 我告诉你 那边好一点 你的家人 你湖南的父亲母亲早就跟你说过 语言环境截然不同 让你考虑是否越过来 你一定要担当起一个温暖的家的角色 好吗 好的 行吧 别哭了 两个人一个孩子挺幸福的 只是现在因为太快没有谋合好而已 好吧 好 就这样 从客观上面 这个姑娘经历了很多事 包括她现在这个现状 跟你的失位是有关系的 这个老师批评你 批评没错吧 没错 现在她其实在一个特别特殊的时期 如果你实在觉得太压抑了 因为从现实性来说 你陪她回老家也不太可能 对吧 对 还要挣奶粉钱 我建议你把儿子和媳妇送回去 然后约定好时间 要把儿子和媳妇也接回来 我觉得陆琪老师这个说得很对 是因为不习惯这个系统嘛 你回去习惯一下 因为孩子都在变嘛 给你稍微熟悉的环境 让你也适应一下 好吗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句天河谷放红堂真情60秒 老婆 你帮我们家生了一个宝宝 然后这段时间 你也累了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然后有时候还没有 就是及时地安慰你 而且也没有替你着想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以后可以努力 做好一个爸爸 做好一个丈夫 带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我爱你 其实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决我们 问题啊 就是很多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就是 好 时间到了 请亮灯了 还有一些话可以慢慢地来说 你在你能平静的时候 你好好的跟你先生 把心里都哭说一说 好不好 谢谢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 好好的对她行吗 行 来 请我们的小蛙童 来 请我们的小蛙童 来 请我们的小蛙童 来 请见证 辛苦了 老婆 我还是会永远地爱着你 我还是会永远地爱着你 请你对我放心 好了 好了 回家好好沟通 好不好 好好疼老婆啊 来 请回 请回 谢谢啊 谢谢啊